据彭博社报道 美国陆军将在太平洋地区部署一支 能够对北京进行信息电子网络和导弹行动的特种部队 以扩大对抗中国的努力 美国陆军部长瑞安·麦卡锡 预计将在周五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上详细介绍这支部队 它还将配备远程精确武器 如高超音速导弹 打击陆基和海基目标 这可能为海军舰艇发生冲突时早清道路 麦卡锡在接受采访时说 陆军特遣部队将有助于削弱中国和俄罗斯 已经拥有的一些能力 目的就是让美国航母战斗群远离亚洲大陆 目前还不清楚 这支可能驻扎在台湾和菲律宾 以东岛屿上的部队能多快部署到位 麦卡锡说 此举是在削弱中国和俄罗斯的所有投资 他说美国将与负责开发和管理美国间谍卫星的国家侦察局 签署一项新的协议 从而加强这一合作 他说根据该协议 陆军战术部队将能够更好地利用从现在和未来禁地轨道卫星收集到的信息 这一战略转移将有助于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 实现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个目标 即把更多的军力从欧洲中东和非洲转移到太平洋地区 让美国更好地应对同等竞争对手 中国和历史上的对手俄罗斯 目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在多大程度上 破坏了这一计划仍有待确定 但军方正在加紧推进 根据麦卡锡的设想 此举允许陆军在太平洋地区创建一个新的模式 地面部队将在敌人的海空防御上打一个洞 麦卡锡说 现在这些岛链上的地面部队 可以为空中和海上提供支持 他说重返亚洲战略 包括让更多军队参与防御太平洋系列等地区性军事演习 并在明年为印度太平洋战区部署一支安全部队援助旅 类似于在阿富汗建立和部署的部队 美国陆军从2018年开始 对这支特险部队进行试验 来自华盛顿刘伊斯·麦克德联合基地的第17页炮兵旅 进行了9次主要的训练演习 外加模拟和战争演习来评估概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